1.74吨的毒品有多少 现场一共封装了200个箱子 第一的这个数量是历史最多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咱们这是这个品种比较全 包括有这个传统的海洛因 包括这个咱们冰毒 绿安酮 大麻 摇头丸 还有了这个咱们新精神活性物质 一共是12类 那么多毒品具体是怎么集中销毁呢 无害化的环保处理 保证的这个毒品销毁工作 就是没有污染 这个毒品的销毁程序比较复杂 除了履行正常的这种暴批以外 我们有检查机关跟公证部门 全程监督 却保证毒品销毁工作的这个合规 何许进行 陈主任介绍 2018年全年 我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200余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7000多人 查处吸毒人员3.3万多人 先后侦破大麻黑产链 蓝精灵等新型毒品案件 目前全省禁毒工作到了可控向好的阶段 作为禁毒办呢 我们叫奔走道 无路可走 作为这个禁毒部门 我们要努力到无能为力啊 要以浙江 毒品最难买 毒贩不敢来 社图的管控最严格 作为我们的目标和担当 那么想 中国梦啊 在我们进度部门的体现就是 无毒梦 那么我们也告诫啊 所有的社图文化分子啊 只要你伸手 必备做 1818红金眼记得报道